我们讲这个边刑 有些国家是有边刑的 有还是有边刑 新大坡一些回教国家 这个已经有边刑的国家 然后就不会有类似的犯罪 我们第一说阎冠府出交叉 所以说这真的是延巡峻法的问题 所以这不是修法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那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国家说 它的酒驾是零 或者暴力犯罪什么是零 那我们去抄它的就好了 不可能啦 每天都枪毙也是有人杀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是在那上面的问题 那当然刚好又是发生在高雄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那蔡总统呢 他是亲自出马去替这两个背书 所以站在旁边的不是陈柏伟 有两个人我一定要讲 第一个就是这个陈柏伟 如果蔡总统他帮陈柏伟站台 也许四千多票 就搞过了 那搞过就林静怡就不用选了 严宽可能现在也不用选了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去支持陈柏伟呢 另外一个我讲这个林昌佐 好 就是那个环南市场那个东哥 我也不是很谅解 东哥我不是要跟你嗆赌啦 我们就就事分讲 你一阵被人拘捕成这样 柯文哲也在 陈时中也在 你肯定洗面了 你洗到 他说林昌佐那个 因为我想说林昌佐你怎么这么落差 还沉急中去救你 你是在做什么啦 东哥你这样拔成这样 你现在说你不去投票 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啊 你现在说我们还是好朋友 对啊 如果东哥你那一天不要这样 当然林昌佐你也不必去帮陈时中 这样喀腰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就是我说蔡总统 你如果那时候去挺陈柏伟 是不是台中就不用选了 因为罢免没过嘛 这邏輯对 东哥你当初不要发那个标 刘耀仁咬人了 他是民进党的 那个帮家的医院 你撒好就好了 也不用去联署罢免 这个林昌佐 那是1月9号大家就放假就好了 对啊 那你两个是你撞什么 我不知道 一个是蔡总统 你为什么不去支持陈柏伟 我那时候罢免前一周 我有讲说 陈柏伟那是危险嘛 很丑闻 那时候杨敏有弄那个什么 赵世桃义啊赌博啊 杨敏爆料的表现非常好 我那时候讲说陈柏伟 你要守住这些 赶快加入民进党啊 你赶快加入民进党 蔡总统就会救你了啊 对啊 林昌佐到现在还是无党籍啊 可是他跟民进党是友好的 所以民进党万华是礼仗给他的啊 那你陈柏伟那时候如果说 我激进党我全部都去投靠民进党 搞不好台中就不用选了 现在大家也不用再麻烦 现在扫这次很累啊 还要花钱 那环囊市场那个我不是能够理解 而且我呼应刚又正讲了 他一定是恶斗 罢明是恶斗 亮哥有讲过 他是负面的动员嘛 负面的情绪 他一定是恶斗 那为什么会有恶斗呢 为什么 就是你蔡英文你 贏轿还要贏贏 你割喉要割到断 你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去跟 乌伊克的讲一句说 韩市长已经回高雄市政府上班了 我们就不要罢明他了 你一句这种话你讲不出来 真正刻薄的人是蔡英文 真的 你莫名其名 那Week也不一定会听他的 因为Week有他自己的 政治的盘算嘛 好像激进党的张柏洋他们 他们就是我管你的 我就一定要把韩国瑜拉下来 不然我怎么 我没办法起床 游凯 吹嘴 就他们 那些人告诉你很清楚嘛 他们想着引力那些人 没把你扒下来 引力十九标十九重 对 你韩国瑜上来我 林标林重啊你也好了 我二十标林重 对 所以我觉得又认这个 其实我不是很干净 而且你还欠我一个公道 因为我有监看 你之前答应我什么 你忘了嘛 因为你说如果访的话 你不会去访他输的那个嘛 你要问的不是这个啊 你记得吗 什么 什么 对不起 黄晓哥 我再讲一遍 就是如果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来是昨天的事情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讲说 如果韩国瑜他有这个新书 然后要来接受媒体赚放 你不是要访书的东西 我问了很多其他人啊 那你就为什么问什么下次 所以因为我看到一半说 你说韩市长你就换场 我说你嘛好了 不是要一个小时 我要你问的你都没问的 我要问的是败选检讨会啦 对 我忘记了啦 你看 我有玩玩吗 对不起 黄晓哥 我跟你讲 如果我记得我一定会问 这个我绝对敢问 可是 你也好了 这么多几万人在看 党部take一下 崩溃了 这个已经推出了 我真的忘记了 我真的忘记了 我发誓 你赶快跟韩市长联络 你叫他 韩市长再来一次 我要问这个 1月2号新出发表会之后 就比较显了嘛 我们5分钟的专访就好 我就问这个小时 那5分钟讲不完啦 专问专问 那要讲两个小时 都讲不完啦 你前一天要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会来啊 我在友台也不知道他会来啊 我发誓 那个 那个同仁记下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个问题一定要问 我是真的忘记 不是 那个 又是那个不是5分钟能解决的 对啦 你也不用别的来宾 就你跟韩市长一对一 讲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而且我跟你讲 一定很好看 我也都不用 因为他又真的比我还熟 你一定知道要问什么 那我要回应 回应这个刚亮哥提到 这个寒流的状况 因为又这你也知道 当时的这个 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情况 民进党是不会让韩国瑜 在高雄好好做的 所以你看到陈其迈 他一个动物园拿5亿 其实根本不多 赵新当过高雄的新闻 觉得很清楚 光高雄捷运的黄线 现在还没干好 那个黄线就1000亿了 那个前瞻嘛 对不对 对 前瞻就给1000多亿 那一条就1000 不是 前瞻高雄还有拿很多 光那一条捷运就拿1000亿了 你5亿的动物园 你是在说什么 你是在说什么 那个1000是看在局姐的面子给的 那时候陈其还是高雄市长 是是是 所以观众朋友 民进党绝对不会让韩国瑜好过的 但是我必须很贴切讲 国民党也不希望韩国瑜好过 我这样讲对国民党的朋友很抱歉 我那时候在右震的节目讲说 韩国瑜他如果高雄市长做的成功 他就直接打脸了陈菊 也打脸了杨秋心 你们在做高雄市长 你们在做高雄官 你们在做什么 而且也打脸了其他 以前国民党的其他县市长 你们在干什么 如果我一个韩国瑜 我能够把高雄带起来 那证明大家其他都是废物 对啊 你们其他人在干嘛呢 那其实右震我要的是那个feel嘛 就是我当我先讲 我是尊重韩市长所有的决定 就是他说说无稽之谈 我现在是借由右震的时间 讲一点点就是说 我不甘愿是我要的是 郑昭新的那个感觉 就是李四川 陈雄文 叶匡时 郑昭新 王朝鲜 他们那时候那个 高雄市政府团队的感觉 他们聚餐也没找我去啊 我就喜欢他们那个 团队的感觉嘛 看到照片合照都舒服 对啊 你看柯P 那个这几个人合照 赢他们那个都好几桌嘛 你们那个好几桌 那个凝聚力 那右震我不甘愿的地方是说 我认为他是可以 我不要讲总统 我说他的那个 高雄市政府团队是OK的 是qualify的 是可行的 你说因为那时候 选总统的总统原因 我们就不谈 那你都被罢免了 反正我们也没话讲 我们都尊重大家的决定 我是说他可以来 去别的地方另起炉灶 证明什么 证明我韩国瑜 我当一个直辖市的市长 我是可以做好的 我的团队是准备的 是有成绩的 像这个赵新啊 他们那些副市长 他们在高雄的表现 你路平灯亮水溝通 乘光照 现在城市卖地下 路也不平水溝也不通 灯也不亮 还停电 是啊 就是这样啊 我那时候我自己想说 是不是韩国瑜可以来选台北 因为我看到蒋万安 我是比较那个 因为蒋万安以前是佑正的来宾 佑正你当主持人 你cue来宾 你蒋万安 我不是说他不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韩国瑜比较好 这样我应该没骂人 我觉得韩国瑜比较好 那我希望韩国瑜 把他的团队带来台北 因为柯文哲做得不好 随便做都可以比柯文哲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了解 对啦 那这些团队都现成的啊 船后的啊 对啊 波及黄杨明可以进去一下 对啊 他们都有默契啊 但就像什么 杨明他们要入阁或什么的 我都乐观其成 他们去加入韩市长的团队 那选这个 现在韩市长不愿意 所以佑正我的结论是这样 抱歉啦 詹仁比较 我的结论是这样 尽量讲 佑正我的结论是说 因为他是新书发表会 他不是穿云舰 韩国瑜纳入台北市长的民调 跟罗志强比 跟讲完比 大家比民调嘛 赢的话就 赢的话就 输的话就请跟语毒嘛 我就回去做公益嘛 如果我赢呢 如果台北市民觉得说 你以前在高雄做得不错 现在我 你把它纳入民调嘛 你今天如果是穿云舰说 我韩国瑜 因为昨天他那个专访讲一句 我也觉得 他是说 他你有注意到 他说我是用公益来代替卸票 他讲到用公益代替卸票 他讲到很久没看到大家了 他如果今天是说我要付出 我可能 假设我可能选高雄台北市长 然后我叫大家来的话 当然森林公益会满的 那就是意思不一样的嘛 你一月二号是说 新书发表会 其实我个人我是没什么兴趣的 我讲实在话 那如果说我要付出 我不甘愿 我要再拼一次 我会去看 我要到现场看 因为我要看到那时候的状况是什么 感受氛围 整个定义就完全不同 那我觉得是 还有机会 因为距离投票还有半年多 还有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我不晓得 亮哥想要补充 亮哥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 似乎脑中灵光乍现 好韩国瑜快来 民进党最希望 如果韩国瑜这样讲 那民进党跟国民党内 无限之穿云剑就射过来 你讲的是暗箭 你讲的是色草人的暗箭 亮哥之前讲的很精准 就是韩国瑜出来 民进党很开心 国民党很担心 很担心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